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相差了近半个世纪的新人 不仅年龄特殊 且地位特殊 一时间 攀附显贵 贪图名利 成了胡有颂的标签 但任刘言横生 却从没打败过这个坚强的女子 她的一生三改姓名 每段人生都像她的名字一般 在铺满刺惊的人生路上 依然坚定奋进 1939年 她出生于上海 父母为她取名若梅 想让她如梅花一样傲雪 美丽 生于乱世 若梅的童年极为不幸 她自幼被送到红十字会孤儿院 最后来被一家人领养 但却没有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幸福 六岁那年 她身患湿疹 便跟随杨母来到北京漂泊 童年的记忆 在她的脑海里仅剩残存的画面 杨母脾气很是不好 逢于杨母心情不好时 便会责骂和虐待她 也许是现实太残酷 也许是她太渴望被疼爱 小小的她 为自己编制了一个美丽的梦 这一梦 就是一辈子 她的内心深处 渴望有一个又美丽又温暖的妈妈 偷偷爱着她 可她是那样的渺小 被世人遗忘在角落 让人无从注意 直到有一天 她在报纸上 看到民国第一枚女蝴蝶的照片 这一刻 她心目中母亲的形象开始明朗 她觉得那就是她的妈妈 于是她开始把这位妈妈拉进生活 参与到她的生命中来 灿烂了她的整个童年 小时候的她 特别害怕这份美好被打破 每隔一段时间 她就会告诉身边人 她的妈妈又来看她了 她的妈妈如何漂亮 如何爱她 渴望让她回到身边 后来有人特意调查了 她蝴蝶私生女的身份 发现漏洞百出 可这却一点不影响她的决定 她依然坚信 蝴蝶就是她的妈妈 试想一下 一个饱受欺凌 被虐待的小女孩 为自己编造了一个 疼爱她的妈妈 令人何其心疼 直到晚年接受采访时 她还一直坚定 她的生命中 一直有这位妈妈的参与 温暖了她的一生 母亲在台上表演 我提着小篮子 在场里来回走动 我有漂亮衣服 能坐高级轿车 妈妈很忙 没时间陪我 当说出这些美好片段时 她的嘴角是上扬的 阿德勒说 幸运的人 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 用一生治愈童年 也许正是她为自己 寻找的这位妈妈 拯救了她的一生 关于妈妈的这个秘密里 藏着她一生最大的自尊 很多人总想 从她的这个美丽谎言里 找到她虚伪的证据 可这个谎言无关欺骗 只是为了一份单纯的温暖 何错之有 何必深究 也许正是因为 有了这位妈妈 才无数次温暖她的甜美梦乡 让她不幸的童年 不畏惧残酷的现实 历经过现实残酷 无人守护 你会发现唯有自度 中学毕业后 她选择从医 进入了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 终于有了独自生活的能力 她想开启新的路程 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 她为自己更名 虎有松 希望自己犹如松树一般 不畏严寒 不被压倒 她坚定的气质 加上本就十分美丽的容貌 使她越发出众 也让很多人开始相信 她是蝴蝶的女儿 可童年的孤苦和现实的魔力 养旧了她孤傲冷淡的性格 加上她蝴蝶私生女的身份 到27岁时 还没能找到一场合适的姻缘 此时 一场意外的婚姻 却闯进了她的人生 1965年 原民国政府代总统 李宗仁先生 回国后 痛失伴侣 身体和精神状况极为不佳 周总理等中央领导 都十分关心她的晚年生活 便想为她 选择一个陪伴之人 在为她物色的六十多位女士中 李宗仁先生一眼看上了胡友松 也促成这场奇缘 了解到李宗仁先生的情况后 胡友松对这位爱国英雄 充满崇敬的同时 也有几分感同身受 他知道那种 没有亲人相伴的感受 在短暂的考虑后 他嫁给了这个 才见过五次面的老先生 对这场婚姻 有人玩笑 有人鄙夷 也有人认为很好 但胡友松 对自己的选择 却坚定不回 他知道 此刻 自己的命运 已同李宗仁先生 联系在了一起 结婚当晚 他坦诚地对丈夫说 德公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很敬佩你 我愿意嫁给你是真心诚意的 不带有任何私心杂念 我不图你的财产 只要你能安度晚年 尽管人们称我们的婚姻 是梨花扮海棠 或者说是 荒诞色彩的老少配 但我不在乎 我们生活在一起 有你对我好 就足够了 他的坦率直言 和不争不变的性格 很适得李宗仁先生的认同 踏进李公馆的第一天 他做了一个声明 打脸那些说他闲话的人 他开诚不公地说 我不管钱 所有存着钥匙都不管 也不继承财产 我只照顾李先生的起居 不解释不争辩 有时就是最好的回忌 你以为我将就了人生 其实我从来不曾将就过生活 他没有借靠爱情的幌子 更没有否认嫁给了名利 只是用最简单的决定 做最真实的自己 婚后 他们更是用真心对待彼此 有一次胡友松的肚子很痛 李宗仁知道 吃四两南瓜仁可以止痛 就熬夜 悄悄为他剥了一盘瓜子仁 第二天早上醒来 胡友松在床头看到 满满的一盘瓜子仁 他愣住了 眼睛一阵湿润 他在心底也暗暗发誓 要好好对待眼前的这个男人 岁月在此时 仿佛忘了时间 简单而美好 两人朝夕相伴 晚年的李宗仁身体状况很是不佳 胡友松就会特意黏着丈夫 陪他一起看书 一起散步 丈夫也喜欢他这样黏人的关注 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最温馨的时光 可幸福 总是喜欢和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子开玩笑 1969年1月30日 79岁的李宗仁先生因病与世长辞 而那年 而那年他才三十岁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恨不生同时 日日与君好 大抵就是如此吧 这场短暂的情缘 一个擦肩 九次别过 这三年 是胡友松人生最幸福的三年 一生都不曾后悔 倔强的胡友松 一生只痛哭过两次 一次是母亲蝴蝶去世 再一次 就是先生离他而去 世人以为他难过的是 失去了靠山 但他自己知道 他痛哭的是痛失爱人 有人说最难熬的是 相爱过后的孤独 如此痛苦 不如不曾遇见 但胡友松不这么认为 他出现过 温暖了他的从前 更照亮了他的余生 甚好 在李宗仁先生去世后 文革越演越烈 他被赶出了理工馆 还被扣上了 港台特贤的帽子 下放到武汉干校去劳动 那些看他笑话的人 认为他终究是空欢喜一场 什么都没得到 在这段最煎熬的日子里 他为自己改名为王熙 因为丈夫曾告诉他 熙是早晨的阳光 像他一样美好 那些打不倒你的 终将使你强大 曾经拥有过一个温暖的家 他的余生都不再孤独 之后的他选择了余生不将就 不管那些外界流言 一生再未婚嫁 他没接受国家的特殊照顾 他说 我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在最难的日子 他也没有变卖丈夫的遗物 来改善生活 他选择沿着丈夫的脚印 继续前进 做自己能够做到的贡献 他把微薄的退休金 捐献给希望小学 把自己绘画一卖赚来的钱 用作抗洪救灾 捐献给灾区 他先后将丈夫留下的 八万余元的私人存款 和国家两次发放的 十三点七万余元生活费 全部上交国库 他还将丈夫生前珍藏的 一百六十余幅珍贵历史照片 捐赠给了中国历史担案馆 一九九六年 他被接到台儿庄参观 在这片丈夫 洒下热血的土地上 他感受到了一种 别样的回归 在此 他将珍藏丈夫的 六十多件遗物 捐赠给台儿庄 李宗仁纪念馆 并受邀担任了名誉馆长 他就在此地的附近 继续守候着他的遗物 这一守候 就是三十九年 他时常会去看看 丈夫的遗物 许是思念 亦是缅怀 离别 是人生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这也可以由另一种方式归来 那就是守候 其实在去台儿庄的前一年 他已经归依佛门 法号 庙会居室 他在北京广祭寺 归依佛门的位置 也是离李宗仁文史馆 最近的寺庙 不论身在何处 他都用自己的方式 守护着这份 他生命里最温暖的缘分 在台儿庄守候的这些年 他开始学习绘画 修养心灵 平淡心性 硬是把最孤独的岁月 活成了一束 充满希望的光 2008年冬 69岁的胡友松 在北京病逝 他没有后人 没有亲人 他的生命悄然绽放 竟然飘落 他的一生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若眉 不争辩 孤傲 平淡却不平凡 如松 坚强执着 不将就 一生都在追寻 和坚守一份真情 四夕 充满希望 不畏惧 在绝境中 为自己制造光芒 在人生的最后一刻 他用 一生叹息四个字 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人的一生 有诸多无奈 也面临多种选择 无论如何都没有回头路 只有前进 胡友松的一生 让我们见证了一个平凡女子 不平凡的一生 道圣和夫说 所谓今生 是一个为了提高身心修养 而得到的期限 是为了修炼灵魂 而得到的场所 今生 你该得到什么样的缘分 就在你修行的路上 不论时长 不问出处 你心中可有一份坚定 是什么 照亮着你前行的路呢 今天我们又认识了一位 民国奇女子 胡友松 她的一生 活得寂寞 平淡 却不平凡 读完她的故事 我也会思考 是否她当初 可以做别的选择呢 今天就到这里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做个好梦 不争 发个好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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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